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是Inkscape最基本的使用,要怎么样使用 那我们想要从3D的那种图形来开始,希望大家比较有兴趣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Inkscape这边有,左边有很多的功能表 我现在想要画一个圆形,或是我要画一个椭圆形,都是用这个椭圆功能 好,我在这边点一下,椭圆功能 那因为我们现在想要的是圆形,我就按住Ctrl Shift键 两个键同时按下来,然后我拉的时候就会是非常圆的圆形 那如果今天我想要做任何的调整或是搬移的时候 记得要按这个选择键 选择键就在左上角这个选择键 或是我们有一个快速键叫做S,S很明显就是选择 那我就可以直接到选择键这边 好了,那如果说今天想要换颜色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这个物件被选的时候呢 我像我这样点着绿色,它又绿色了 那我要点红色,它就变红色了 好,所以就是你可以很快速地改各种图形的颜色 另外呢,如果我想要改边界的颜色 例如说今天我们的边界想要变成蓝色的 好,大致上选择颜色就是如此 那我现在想要画一个3D的图怎么画呢,很简单 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叫做Gradient的功能 就是漸层的功能 所以我现在勇敢地把漸层功能选择下去 选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在上面的对话框里面 出现了这一个 第一个呢,是线性的漸层 第二个呢,是那个辐射状的漸层 因为我们现在是圆形 所以我们要选辐射状的漸层 就像选择这一个 然后你选完漸层以后 你就勇敢地在这个上面拉 你看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几个点说明一下 这个中间的点就是我们中间本来是红色嘛 所以我中间的点就红色 然后向外它那一色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它就变慢慢地变白变白 那因此如果我想要让外面这层变黑 我就在这个确定 这个牛选择的状况之下 我就勇敢地按黑色 好,就会看起来 好像看起来相当高级的球的样子 很快就形成了这个球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介绍几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常常会想要复制 复制一个图形 这是我们非常常用到的功能 那我要复制图形怎么样用呢 就是在我选择的状态之下 我按Ctrl D 按Ctrl D了以后我就已经复制了 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变 那我怎么知道变了 在我确定在选择的功能状态下呢 我就可以拉动看看 你看真的变了 好,所以我们再做一次 选择这一个 然后按Ctrl D 然后为了要更清晰 我把它选成白色 好,我现在就是有一个白色的球 像这样子 那我现在目标是说 我想要让白色的球 只在这个上面 一圈,小小的一圈在这边 我画这里 那怎么做呢 我可以按住Ctrl键 按住Ctrl键以后 按这边往上拉 你就会发现 它就是像我们想要的样子 那现在我又想要把它往外拉一点点 往外拉一点点的话 要怎么做呢 就是按住Shift键 Shift键按住了以后 我这样子拉的时候 它会很平均的往外拉 就像这样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想要在上面打一个光影上去 因此呢 我就一样是选择那个 选择那个Gradient 也就是建成的功能 选Gradient 然后这次我要线性的 这次我要线性的建成功能 那线性建成功能很简单 就是从一个颜色到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拉下来 就从一个颜色到另外一个颜色 好 非常的容易 所以现在我们是从白色到透明色 所以它的感觉的样子就这样子 好 所以大致上我们就完成最基本的 那个Inkscape的教学 那我们现在要再介绍几个功能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有时候想要自己加上一些 自己加上一些亮点 那要怎么做呢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现在随便画一个圆 比如说这样子 随便画一个圆 在这里 这看起来一点都不真实的感觉 好像一个白白的点 很突兀的样子 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我在这边 我可以去选择一个图色的功能 这边有一个叫Fill and Stroke 这功能就是出现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做什么 我就把它这个就变模糊化 你看模糊化是变比较自然的 如果再模糊化一点 再模糊化一点 好 模糊化到画到我们高兴 你觉得真的自然的成情况就好了 好 那这个模糊化的地方 还可以在这边稍微修改 你不一定要这种白点 然后你也可以是自己画的 比如说这边手绘功能 手绘功能我可以自己画一块区域 然后把它选成白色的图形 然后记得那个边界不要 所以按住Shift 现在按XX 然后让它模糊化 好 就这样子 好 我就可以加上很多 类似这样的效果上去 那当然这个我们是乱加的 所以不一定有一定的美感 但是相信大家可以了解 我们的意思是什么